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 各位聪明 大家好 这个台北约日 要和大家分享的详意是 在头皮刷毛油 在头皮刷毛油 最近的新闻 在头皮刷毛油事件 地锅油事件 实在让人们看到真相似 还会害怕 对啊 要做太大事了 实在有够太心悄悄悄 但我都不敢买什么吃 减肥都不用再开心了 若在三岁的農業社会 一般家庭作用的人 都差不多是自己招 像土豆油 还是豆油 这都是常常用到 很多人都是用豆油 我妈妈也都会自己吃豆油 如果白饭吃饭 加一些豆油和豆油 十汤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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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也很想吃哦 現在是電視的功格 在說炒菜不用放肉絲 但是膽固醇是有比較高的 我有一個長輩一幾年前 中風 他先說一粒不要吃粗糙肉 但是他又叫一個寒衣辛酸 這個寒衣還說 煮菜要用豬油 別用沙拉油 這又是怎麼改作 其實幾粒肉還是豬油 在他學研究對我們人的身體 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見人見解 這就讓大家進行 現在讓他更豐富 有很多種油可以做酸酸 那你如果要用豬皮來轉油 也要先見過 要用冬冬的 或是北斗皮來轉 會比較有油 有二年的祖宅 對 那如果用豬頭蓋這個皮來轉油 因為這些二年比較少 脂肪較少 頭蓋是很油漢的 對 這樣就要轉好油的部位 比較好轉 這是比如沒有學識 沒有材料的人 很愛分架鬼 所說的都沒有實力 說不出大道理 所以古代人都用於軟油 來譬如一個人的內涵和學問 你如果說沒有內涵 沒有學問 沒有台詐的人 你按摩擠 按摩擠 也算無料 對 對 我們是要向大家 做人 做電視 就要謹慶 五湯分架鬼 大家 大家 要請看 請去 放了 名字 我按摩擠 在庫抖 這一個小小小小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